星电视 社会公器 良心传媒 有你的支持 我们信心更充裕 请我们喝杯茶 星电视 STV 属于大家的平台 欢迎订阅我们的美丽人生 张玛丽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很有趣的东西 就是有些朋友跟我分享 我觉得挺合适的 刚才在第一部分 我都跟大家说 父母亲有时候真的很辛苦 是吗? 即是迫迫迫 又不懂得去unload 释放 很多时候会发脾气 甚至有时候真的忍不住 动手打 其实这些最好就是 发觉到自己有些问题的时候 千万不要怕没有面子 或者是不敢跟别人说 一定要去尽快找人帮 好了 这里有个朋友就很好的 他就给了一些东西 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 他说我们如果有爸爸妈妈的 就一定要奉扬 奉扬的意思就是 我们要照顾爸爸妈妈 因为真心说 我们能够今天 我常说 We believe my wings 我能够振治高飞 是爸爸妈妈的养育之恩 他说得很好的 他说父母要奉养 子女要教养 他一直说 人生里面 养生的养 保养的养是很重要的 全部这些是跟养字押韵 很有趣 父母要奉养 子女要教养 教养要得当 就不要说 哇 下下就看法 因为真的打了 其实是人都害怕的 所以这个 大家都要留意 如果真的有些情况 自己是控制不了 或者是去到 真的 傷害到自己的小朋友 因为为什么呢 你以为现在他小时候不知道 其实所有这些伤痕 是到他大过的时候 都会发出来的 OK 第三样东西 身体是要怎样的呢 保养 我经常都说的 如果你保养也好 其实真的 你体内会年轻不得止 你人比较有朝气 有活力 另外还有感情 很多时候 就觉得 初头的时候 好爱啊好爱啊 但为什么慢慢慢慢 好像大家 哇 一盆冰水似的 都不是冷水 原因就是没有培养 我经常都说 人和植物 其实真的很相似 植物当然 它不会告诉你 而且它也是那种 如果你不关爱它 你到时到后 拖它 然后就和它换盘 曬太阳 施肥之类的东西 去从 真心说 那棵植物不绝壮的 有时还死给你看 所以感情也是这样的 都是要培养的 大家也要放些努力 放些心思时间 令到对方感觉到你的爱 好了 饮食是要怎样呢 就要有营养 饮食不要只想着 哇 好吃好吃 那些对你身体好不好 身体发肤受諸父母 还有一样东西 祸虫就口出 病虫就口入 好了 生病的时候要怎样呢 原来要调养 调养的意思就是 我们调养生息 真的病了 你就不要再扑了 而且真的让自己好好地 可以回气休息 说话的时候是怎样呢 原来就要有咸氧 那些咸氧 那些咸氧不会自己存在的 那真的要你自己 讀书 以及不断提升自己 个人的修养 各样东西 我都说 你个人的修养气质 所有的东西 就可以令到你有内涵 如果不是的话 你由早到晚都会浅浅浅浅浅浅浅 那有另外一个朋友跟我分享 他说我们趁年轻的时候 千万不要怕辛苦 一定要迎难而上 多难也好 因为那段时间是我们博杀 去草子弹的时候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 如果你能够吃苦的话 将来你的生活就会好过些 但如果你现在都想着 只顾着开心啊 游玩啊 那将来你的日子就越来越苦了 那又到另外一件事 今天我找了很多很有智慧的说话 我看了我觉得很有益的 那他就说 五个人里面平均值的理论 他说你跟五个人一起 如果你整天跟他一起 你就会有这些情况发生了 他说第一件事就是 如果你整天围绕着那五个人 都是充满自信的 这些人在你身边 如果你整天都跟他们一起的话 真是近株这尺 你很容易就会成为 当中的第六个 即是说 这五个有自信的人 就会慢慢感染到你 或者你学习到 你都成为一个有自信的人 好了 跟着其他那五个了 如果你围绕着那五个人 都是很有智慧的人 如果你围绕得他们多 整天跟他们在一起 是吧 就是埋堆的 原来似的就不是五个智慧的人 是六个了 因为加上你下去了 他说另外还有 他说 如果你围在那五个人里面 都是很有钱的 富有人家来的 你围着他在身边 不多不少 第二天你会见到 六个富翁出现了 因为你跟着他们 可能学投资 是吧 学如何处蓄 或者如何计划人生 各样东西 慢慢慢慢你都成为一个富有的人 富有的人 有时不只是钱 不要看得那么 就是整天都钱 钱 其实真的 围绕着那些 就是他人生的历练很丰富 那你的生活里面 就会变得多资财 是吧 所以这些呢 你慢慢就会成为第六个 就是加上你下去了 好了 最后了 如果你整天围着那五个人 都是傻傻傻的 常是关注黑汉没落 白痴的 他现在正是说得很明白 就是人家写的 不是我写的 他说白痴的 你整天黏着这些人 你有机会成为其中的第六个 哎 真是惨了 所以 对的 近日这刻 真的对的 所以这件事我们自己 就要留意一下 是吧 他说有些东西很有趣的 他说 明明知道 女士 生十元仔是痛的 但不知为什么 我们还会生十元仔 明明投资 都是有风险的 但我们也会投资的 他说 原来这几件事是很有趣的 他说 我跟你说 成功人士 很多时候都有两会 例如当开会的会 或者会做的会 他说 他们通常都是成功人士 常常都开会的 或者他们会去 什么 培训会的 就是他们常常想自我增值 普通人 都是会有两会的 就是常常关注约会 聚会 那些 但常常关注玩 穷人都有两会 这一样又不会 那一样又不会 那一样又不会 他吃那个会 就是会不会做那一样的会 他说 那些穷人又怎样 通常都是这一样又不会 那一样又不会 那一样又不会 奋斗的人又怎样 每一样都必须会 就一定得 一定会 那我觉得有时候 那些人真的好有趣 他说 有时候我们都是有点胆识的 而且真的要奋斗 那我觉得这些 都是一些长知识的东西 是让我们知道 人生里面 其实不要认命 哇 这里就讲 十大垃圾人 我希望我们不要做垃圾人 第一 做错了事 死都不认错 第二 就将责任 常常推卸给人家 第三 就没有公德 心淫自知的人 第四 就只是会说 令到人家整个人生 都很不开心的 只有只说的人 另外还有 就是 第五个 就是说 成为公害 就是做的事情 常常伤害人家 小提大做 第六 就是 完全不顾别人的感受的人 第七 就是 个性很自私自利 自己好就可以了 不理人的 第八 就是 只要自己觉得 好有型 好爽 就算你骂他一千次 他都会继续做那些事情 很讨厌那些事情 很简单 在你旁边吃烟的人 说粗口的人 就行真了 好了 九 就是自己 烂摊摊摊 或者搞到自己很差 就无所谓了 但他特别喜欢拖 别人下水 那这些自己要看看 就是会不会做别人的半脚石呢 好了第十了 他说 没有半点能力 而且还要去陷害别人的 哇 真的 不怪他说 这些是垃圾人的十大特征 好了 说到这里 就和大家得胆笑 多谢你听美丽人生 张玛丽 你可以上我Facebook Merry 张 张 玛丽 播这首歌给你听 唐永伦的 祝你们平安健康 如果 命里早注定分手 无需 为我假意挽留 如果 情是永恒不留 怎会 分手 以后 让我已在心抽 回忆 逝去的爱在心头 回忆 在记忆中的我 今天曾泪流 请抬头 抹去旧事 不必有我 不必有你 爱是可发不可收 你是可爱到永远 我 我是真心捨不得你走 陈世 早 愈 灯 逝去的我 在心头 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 以后让我已在心抽回忆 逝去的爱在心头回忆 在记忆中的我今天就泪流 请抬头抹去旧事 不必有我 不必有你 爱是可发不可收 你是可爱到永远 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 有日让你已在心抽回忆 别去的我在心头回忆 在一刻的你也曾泪流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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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